由來自瑞翠鄉15個部落的打棒們 切下讀論 代表修古蘭阿美族實驗學校正式成立 學校也規劃了多元豐富的文化課程 就是講母語 然後又唱唱跳跳的 然後就是說母語說過什麼 之前老師有沒有教你們一些 那個認識野菜的課程 有 大概認識了哪些野菜 大雅林 然後還有阿獨根 回憶過去竟說方言政策 導致文化斷層嚴重 接著期許未來多元教育 能夠找回民族尊嚴 鐵金兩任校長 籌備薛古蘭阿美族實驗學校 8月1號正式成立 未來將監負文化跟現代教育的重任 我們大概是每個禮拜 有九堂課的文化課程 希望說這個文化課程 再加上有增加兩節課的 主語課程跟英語課程 跟增加了國語 國音速的課程以外 希望小朋友是有能力的 那麼這樣子會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就是未來這所學校畢業的學生 他一方面能夠熟悉自己祖先講的話 熟悉自己祖先的一些文化 那麼他同時也能夠面對 這個大社會的一些競爭的一些需求 為了紀念原住民族日 瑞穗相公所同時在現場 擴大舉辦系列活動 校長強調 雖然學校目前人數未達20人 未來有信心 能夠讓更多的附近學子入學 原事新聞 TheLobbit 華林瑞穗 採訪報導